在高速公路走路已經夠危險 這個人還要晚上倒下頭走 最終發生意外 慢鏡望真點 路人才與一輛左線行駛的貨車擦身而過 再被右線另一輛白色私家車撞到飛起 之後躺在地上 相信是這段車鏡片的片主 在事發前一刻由左線咳去右線 懷疑也撞到白色私家車的車尾 影片到這裡就完了 我們了解事發時間和詳情